中方就美对华301关税 半导体政策 双向投资限制 歧视性补贴 制裁中国企业等议题 表达严正关切 强调 泛化国家安全 不利于正常经贸往来 实施单边 保护主义措施 不符合市场规则 和公平竞争原则 只会损害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 损害企业开展经贸 合作的预期 破坏合作氛围 我们认为 最好的去风险方式 就是回到两国元首 巴厘岛会晤共识 使中美经贸关系 重回健康 稳定的发展轨道 充分发挥 双边经贸关系的 压仓式作用 稳定企业预期 增强企业开展 贸易投资合作的信心 这一并不拥摆 这一带 与你当时 这一带 这一带 内活动 中文字 我 中文字